賞 看不出來怎麼寫的 用拆的 歷史上一些杯 破掉比較好看的 還有像 顏真青 顏真青有個麻菇仙壇 麻菇仙壇 蟬的非常嚴重 看起來特別好看 如果他 沒有破成那樣子好不好看 那就不知道了 應該沒看過 不過可想像的如果真的沒有破掉 搞不好真的沒那麼好看 通常這邊就非常的長 這很多次都這樣 那後面如果不讓它連著也可以 重點是這一個筆劃一定要伸長 左邊要伸長 這很多次都習慣這樣 撇然後再一個短短的點 有可能這樣寫啦 賞 幹 這個字應該也是錯字 應該很少人這樣寫 衛背錯字真的是多了 可是什麼 這才不對稱啊 左邊右邊不是寫在正中間的 不要每次看到什麼都喜歡寫正中間 喜歡寫正中間的要去寫唐朝凱書 在衛背裡面正中間反而是一個妨礙 妨礙它的齊趣 那這裡其實嚴格來講都分得很開啊 之前講說這裡平的話 比較會有齊絕的感覺 然後這個應該都是保持它習慣那種 這邊應該是個幹字啊 不過看起來它好像連的還蠻低的 感覺蠻低的 我們一樣把它寫左邊長右邊短 然後這個幹字不知道有沒有勾齁 那一樣我們靠左邊一點 如果要勾就勾不勾的話 當然有點漸漸的 會比較好看 好幹 是 是那種破破爛爛的 理論上左邊應該是很長 不過這個字看起來比較悶 所以比較悶就是它的左邊生的不是很長 那一般來講 我們不會期望讓它間距不一樣 但是它未必剛好相反 間距不是個重點 這邊跟這邊好像一個近一個遠 那通常我們認為一個字體 如果間距都不整齊 那從頭到尾都要不整齊 這樣才有整體感 好是 齊 齊出現好多次 那都是因為崩石或是 搞不好它本來就磕成這樣 主要問題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都是連過去 連過去 產生一個非常緊密的緊密感 然後左邊又喜歡伸得很長 然後加上一點粗細 然後右邊就寫得比較短 所以這樣看來左邊的長度 是遠遠超出右邊的 然後這裡又喜歡寫得很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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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邊再嘗試要把它壓下來 但其實結果是沒有壓下來 看起來是略傾斜一點點 齊